開啟這個網站之後 如果你要做設計 我上個禮拜有大概提過 它這邊分成兩個檔案 一個檔案是.aspx 這aspx實際上就是網頁的部分 那.vb就是有程式 程式的話實際上是在.vb的檔案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修改的是介面 介面就是我們上面看到 比如說有一些按鈕或者文字方塊等等 文字方塊等等的這些功能 你就開啟aspx 那接下來開啟之後 上個禮拜這個同學比較會有問題就是說 開了之後它並不會出現那個介面 因為它開啟預設只是原始檔 也就是說你這個地方 會先看到的並不是 這一個直接的設計畫面 你必須要切換到設計 才可以做介面上的更改 特別注意 一定要從這個檔案開啟 另外我們按一下計算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這個動作 就是計算按下去的這個動作 當然會寫都會對應到相對應的程式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開啟裡面的程式 除了說直接在這個計算按鈕上面點兩下之外 就會看到程式其實它會自己開啟這個檔案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就是說我除了從這邊點兩下之外 我也可以直接去開啟這個檔案 那開起來之後呢 其實我上個禮拜寫的程式就在這裡 那這邊注意就是說呢 它的結構 你大概注意一下 它一定是 開頭一定是BTNA 那BTNA就是按鈕的名稱 它的ID就是BTNA 後面底線會有一個Click 也就是說我在這個按鈕上 Click點一下之後的話 就會去執行底下這些程式 底下這些程式 它們基本運作方式 以後呢你只要記著 它分成兩個部分 不管是你寫ASP 單位者的程式 或者其他的程式 基本上原理都差不多 第一個我們要設計就是它interface 就是它的介面 你要給使用者怎麼去操作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使用者做了什麼動作 你再去撰寫對應的程式 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介面 一個是程式 那我們開發的流程 基本上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個我要先想一想 我要給使用者有哪一些功能 就是在介面上面我要做設計 第二個部分呢 才去思考我程式怎麼撰寫 那如果你懂了程式撰寫 又懂了這個介面的設計 那基本上要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基本上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只要你網路上看得到的東西 都寫得出來 都設計得出來 比如說上個禮拜 我們舉一個匯率換算的 那個程式是Yahoo的程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看一下 網路上有什麼樣的 你覺得這個程式不錯 我想要稍微改一下 變成我的程式 那有沒有可能 實際上都是有可能 都做得到 而且利用ASB當天來做 比起以往的開發環境 實在是簡單太多了 簡單太多了 以前用ASB來寫這樣的程式 很麻煩 那ASB當天是簡單太多了 你只要熟悉這樣的開發環境 要快速產生一個這個程式 基本上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